各位朋友老有粉丝问我说 浩哥你跟我们讲讲 美国这个夏威夷的驻军 他为什么不救灾不救火呢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先说说这场大火呀 确实是实在是非常惨啊 接着到现在呢 基本上统计将近一百人丧命 现场呢至今只辨认出两名死者的身份 主要是因为遗体啊支离破碎 拾都拾不起来 一拣就碎 而且呢这个过去啊 猫一岛的野火 重创的是什么呀 夏威夷王国首都拉海纳 观光小镇 现在成了大型的火荡场 超过一千三百人失踪 现在搜救人员只完成了拉海纳3%区域 这个死亡人数啊 会急剧的上升 而且现在的警察局长出面说呢 我们根本就没法辨认 这些遗体在救难人员的手中 一拿就碎了 整个的变成灰了 我们在将金属融化的这种大火中寻找罹难者的遗体 非常困难的 当地的警察局呼吁失踪者的家属呢 尽快提供DNA的样本 以协助当局啊辨认死者的身份 当时呢 有贸易岛的居民说 那场大火 加着大风 以高达一千度温度 在八十英里的大风的这种作用下 形成了一场一千度的火飓风 这个飓风到哪 整个建筑瞬间就轰然点燃了 拉海纳的一切当时都着了 这是当时的情景 那距这个夏威夷这么近的美军干什么去了 仅仅几十公里就有数万美军 他们拥有不计其数的船只 武装直升机 却坐视山火四孕 甚至于当地人在直播时斥责美军 拒绝向灾民提供最基本的食物和水 这真跟中国解放军天壤之别吧 中国的子弟兵想不明白美军为什么不救灾 流传的一张照片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夏威夷的大火和重庆的山火 重庆的山火这个亮线 就是当地的子弟兵解放军民众用手机组成的一道啊 这个坚不可摧的防线 看见了吗 这都是应该是这个野营救灾部队的野营灯光和手机的灯光 看见了吗 朋友们 那为什么美军不救灾呢 咱们首先说美军和解放军的不同啊 工作性质 人家美军呢 就是一份工作 是一个雇佣关系 当兵吃饷 是吧 这个隶属关系 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军 不属于当地的国民警卫队 当地呢 也没权利调动 美军是标榜为职业军人 我的任务就是打仗 救灾不归我管 是吧 不能分心 是吧 那么还有说 那为什么当地的消防员也看不着呢 当地的美国的消防员是这样的 各位啊 美国的消防员现在呢 有点这个变性啊 那位说 怎么着 也是阉割了 不是那个意思 变性的意思就是性质有点变了 现在美国当地的消防员呢 从救火为主业 转变成了急救为主业 因为大家知道火灾发生的 它毕竟是少数 对吧 那最多的呢 是911接到的这个报警电话呢 是说 人呢 这个出了事了 比如说 卡到哪个地方了 或者说是从高处摔下来了 之类的啊 反正是 就是这种救灾 这种这个急救的比较多 所以 美国的消防员 现在呢 反倒是考这个急救的证书的人 有绝大多数 所以现在救火已经不是他的主业了 而且呢 贸易岛那个地方也没多少消防员 根本就救不过来 所以这么回事 人家当兵呢 不管这不归他的业务 是吧 也不专业 再说了 美国这法律啊 也是的 你要是去救火 你得有专业的常识 和这个证书才行 当地的驻军的长官不是不想救 他不敢派人去救 为什么呢 因为他职业本身不是救火 如果他派士兵去救士兵在救火中被烧死了 当地的这个长官将会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民事诉讼 可能一赔得赔上千万美元 让他个人赔 或者是让美国这个军队赔 所以美国的军队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得了吧 我就看着烧吧 所以就这个几个原因 朋友们 没别的原因啊 归根到底 那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我这么说 你明白了吧 啊 所以就没救 啊 那位说那 这个美国 这些救灾方面 政客一向是比较冷漠的 对吧 因为这个大火发生的时候 拜登一票高官 人家在海边度假呢 是吧 不单单是这一次 比如说 新冠的时候 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反应了 是吧 21年德克萨斯大停电 23年加州大学 凡是需要救援的 美国政府几乎都无所作为 也没有进步 这就说明美国的中央政府 这个指挥不动 这个地方政府 他美国因为他就是 就是这个情况 各州有各州的法律 我可以不听你中央呢 救个毛啊 救我 中央也乐得啊 你自救去吧 你啊 我也管不了你 你也不听我的 拉倒 是吧 这个美军 他也是从心眼里 观念里边 他排斥救援啊 我军队的任务是战斗 不是救灾 手续也比较繁琐 美国是联邦政府 所以需要调动驻军 参与救灾工作 各级申请 等一套手续下来 啊 早就烧光了 黄黄菜都凉了啊 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嘛 以人为本嘛 资本主义呢 以利益为本呢 对吧 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谁更在意一些呢 显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子弟兵啊 对吧 美国一般的都是这种 这个思维 强者才配在美国啊 生存 救灾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资本主义的人民 不应该依赖政府而自救啊 上帝会保佑你的 好吧 咱们说完了 美国军队为什么不救灾啊 再说说 你都不敢想 各位 因为我给大伙做直播的时候 我说美国的这个房屋 因为都是木头的 一般的是 有这个保险公司保险的啊 这是这个贸易岛的居民的最后一道 屏障啊 这个所依仗嘛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 我承认啊 我也幼稚了 我对这帮 这个 保险公司的无耻 我是 考虑不周 这个 我幼稚了 这一点上我道歉啊 为什么呢 因为贸易岛的居民现身说法了 夏威夷政府啊 官方回复啊 自然灾害 无可辩驳的自然灾害啊 他这个居民大体说的个是什么意思啊 他大体是说呀 夏威夷政府回复这些居民啊 保险公司给政府通知了 说你们这些被大火中烧毁的房屋 虽然保了保险 但是保险公司发现夏威夷你们这个土地的化区 违规 说你这个房子 这个你们这个区化 就是那个意思吧 就是你们 你们这个房子所在的地点 就是在区域的划分上 不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条款 你也别问 我也不明白 他到底想说啥 反正是从我的字面意思上 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 保险公司找理由不赔 房子交了保险了吧 烧了保险公司不赔 为什么呢 保险公司也赔不起啊 整个一个岛的房子 他能收多少保险费啊 这一下子赔出多少钱 所以人家找理由不赔 这个事上我幼稚了啊 我幼稚了 我低估了 美国保险公司的无耻啊 知道了吗 不赔啊 所以有人说 浩哥你看我早就说嘛 他就是 那个政府和军队联合做的局放的火 就让这帮居民 倾家当产 让他们土豆搬家滚球 把那个贸易岛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是吧 所以呀 这就是我们的长路前面 我们只是想资金资 保证这家庭可以回家一天 现在有很多现实货币的争论 很可怕 我只是想要记住 所有现实货币的投资者 Lahaina不是售价 我必须告诉你们 立刻有人拿着钱去收购他们的白地去了 你们都烧光了吗 只有摘基地了 保险公司也不赔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